今天我们来到台湾的宜兰园 介绍几个位于宜兰苏澳镇的秘境 第一站我们来到粉尿临鱼村 因为没有车的关系 我们足足逃步了一个小时才到 再跟大家登场小山幽 蛇山暴渡 来到南方澳 有一个超大的石滩 来臂石滩 亦称为情人湾 这里有一间仿照希腊蓝小屋的cafe 最后跟大家去玩水的好地方 豆腐甲风景区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vis 今天来到宜兰的第五天 今天会跟大家玩soul out一带 我们第一个行程是去粉尿临 现在在宜兰站乘区间车去东奥 由宜兰站坐去东奥大约40分钟车程 班次都比较疏漏 今天天气很好啊 一落车已经被海吸引着 搭这区间车是可以用邮游卡 我们来到东奥破车站之后 走到对面会有个巴士站 我刚刚找到122的巴士站 原来这个122的巴士是暂停了的 所以今天是不会有122的巴士 最近也不会有的 其实网上资讯都没有的 我是找不到的 我来到这里才看到我拍摄暂停了 但其实它有另一间替代巴士 在这个幸福巴士 不知什么指线 但是它的巴士是非常疏落 一天只有4巴士 如果大家想坐巴士去到粉尿临那边 一定要就好巴士 我们现在就要走过去粉尿临 走大约3公里 淘宝走过去粉尿临 大约3公里 45分钟的路程 听上去好像很傻 但其实大部份路段 都是在海边走 基本上全程每一个位置都是拍照 如果开车就会失去这些地方 是开车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都会变得上去 不知 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不知 但我看到前面好像也有這樣走過來 裡面有事 是的 但如果大家開車、電單車來 這裡也有收費停車場可以在這裡泊車的 現在我們過橋就會進入漁港 好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之前的122巴士站牌 今天是平日 星期一 其實車位都差不多滿了 所以有機會開車來也未必有位泊 好 來到這個位置準備了一個停車 這裡有個小泡 北京小泡 鹽磨咖啡 也有蝦餅 這裡也有些攤檔 會有冰淇淋 花生卷 香腸 所以大家平日來也不用怕沒東西吃 天氣這麼熱 當然要來喝一杯西瓜汁 西瓜汁是完全直接加西瓜汁 不加水 即是會加冰的 但不會加水 雖然這個海很美 但禁止加水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洗礦型的圓岸 意思是有些位置會突然變得非常深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 反鳥林其實隱藏在漁村的後面 製造了一種秘境的感覺 不過現在越來越受歡迎 成為了網紅打卡熱點 我們就回來東澳車站 但下一班車是蘇澳 還有一個小時 為了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決定加冰另一個行程 其實不是家賊的本來打算去的 就是去東澳隔離的蛇山報道 所以看這個觀景台 好 我們下山 好 又可以下山 每天都下山 蛇山其實是以前族人打獵的地方 這座山不是很高 走上去都是15分鐘 上到來就有個木製的展望台 本身以為可以看到海景 但原來是看山那邊的 這裡可以看到蘇花公路和不回鐵路 下一站我們來到蘇澳火車站 和大家去南方澳 在火車站下面可以搭這輛628號公車 班車非常疏落 等了30分鐘 才發現巴士站原來在對面 看著巴士走了 唯有坐的士去南方澳 我們剛剛坐了大概10分鐘的士 來到蘇澳的第一個景點 這是內壁海灘 這個海灘出來是超美的 大家看一下 所以海浪 剛才的海浪是更加大浪 而且地形是更加特別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裏吃個下午 雖然下午再和大家在海灘拍照 今晚司機跟我們說 左邊也有很多咖啡 這邊也有很多咖啡 我們會在這裏吃個下午 然後再拍照 而我們選了一間很出名的 網紅打卡咖啡 這間是地中海咖啡 它是仿照希臘藍色小屋 整間咖啡有三層 主要吃東西的地方是二樓 而頂樓就是露天地 可以好好坐在這裏打卡拍照 而二樓除了吃東西之外 也有很多韓仔的打卡位 這裏的情人海灘是一個曬礦色的沙灘 所以那些水會突然變得很深 所以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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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下水 而且那裏的浪是超級大浪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 千萬不要走得太近的海浪 你看到那些水會突然很大浪 所以大家也要遠離一點點 在旁邊拍照就好了 不要走那麼近 不要走那麼遠 现在都差不多日落,5.9 但其实这个南方澳还有其他的景点都很漂亮的 包括这个拆仔澳的玻璃海滩 因为拆仔澳的玻璃海滩,那里是要爬山爬下去的 比较危险,我们是安全第一的,所以这次就不带大家去玻璃海滩 除了拆仔澳和刚才的内卑海滩之外 其实附近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石滩,就是这个豆腐甲 那我们就要徒步走过去 好了,我们走过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来到这个豆腐甲风景区 那这个豆腐甲就明显人多很多和小一点的 但就未必好像刚才我这么正 既然都有景区,那来到就走一下拍照吧 豆腐甲是一个石滩来的 因为可以下水的关系,这里人流就多很多了 如果人少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我觉得刚才那个情人湾漂亮很多 反而这个风景区,我觉得真的一半半 而且一人太多之余又不是很大 好了,我们现在就等巴士 看看那辆628今天会不会出现 最后终于成功上到巴士了 我们现在就要坐巴士回到苏澳 然后再坐火车回宜蘭站 下一集这么精彩,和大家去太平山国家公园 和大家走全世界最美的行山步道 见晴古道 还会和大家参观宜蘭市的景点 记得留意下一集啦 好了,这集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订阅链的钟仔 最想影片通知你,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